就是她 李小姐 李小姐 不好意思 剛才開會真的很忙 連續幾個會沒有停 我也不好意思 我想今天的訪問就做不到 下次再約 再見 站住 你什麼態度 你知不知道我老闆 一年在你的雜誌下多少廣告 你現在就這樣走了 我馬上抽起廣告 我看你怎麼跟你老闆交代 有錢大費嗎 你的時間是時間 我的時間不是時間 我八百浪費了四個小時 誰還給我 你四個小時可以賺多少錢 我老闆四個小時可以賺多少錢 怎麼算 你們就換了 行… 我徐富貴就不喜歡欠人的 就當我欠你四個小時 你說吧,你想我怎麼還 這個訪問就照做 不過換個形式 什麼事 不如這樣吧 接下來三天 你給我二十四小時 全程直擊你的私生活 我捨得開心 唸你又看得過癮 沒問題,我做 老闆,你跟他瘋 你幹嘛怕他 我走得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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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他寫壞我 如果真的寫壞我 就打給胡男生罵他吧 李小姐是吧 我給你三天時間 全程直擊我的生活 現在開始,可以走了 現在? 怎麼了?害怕嗎? 不是 我看你去哪裡 但是你吃好東西 很好吃 富家哥 傳了口味嗎? 不玩女明星 轉玩這些娘家父女 你怎麼認識 我第一天認識他 第一天認識他 帶來見我們? 李小妹 怕我們這群損友 不斷說話壞話嗎? 不怕… 越醜越好,越爆就越好 有什麼就說什麼 不用怕 我照顧傳授 是嗎? 真的 你不理會的話 我們今晚就一直 只說富家哥 你壞事,好嗎? 好… 好… 那你先等我一會 你做什麼? 等等 喂,你需要這麼專業嗎? 說是非也要錄下他 對不起 我有一整餐飯 我還沒介紹我自己 不好意思… 我是爆周刊的記者 我叫李靜儀 多多指教 爆周刊? 你是記者? 是嗎? 喂,富貴哥 你不是吧 那記者來跟我們吃飯 你玩東西嗎? 是這樣的 我答應了他 就給他三天時間 他就全天候直擊地追訪我 那我就帶他去 和你們這些混蛋吃飯 那就了解一下我多點 喂,還有 剛才你們不是說 要爆那些東西嗎? 喂,隨便爆,千萬不要客氣 但如果我不巧聽的話 我找人砍死你們 說一下 餐飯吃完了,怎樣? 閉嘴了嗎?喝下場嗎? 再倒兩手 不是吧? 上星期算輸了很多 你又送錢給我們用嗎? 你也會說 你上星期贏了那麼多 這次還不讓我上帳嗎? 好,來 他要死,難道不讓他死嗎 轉場,是不是上去那裡? 找我… 打給司機 轉什麼場? 就這裡 上次的風水差不理我 梓堅 麻煩你找人幫我收拾桌子 拿褲子和籌碼回來 收到Derek哥 這女兒就懂得派牌了 徐先生 不好意思,徐先生,對不起 幹什麼?誰叫你走過來的 你記得我賺錢嗎? 想偷襲我嗎?我不能客氣 我有心臟命 好心理,人家都死了對不起 幹什麼?要找和男生,又眨錢 是你那個說家 差點拿到人家的手 人家才賭寫東西 輸了錢,又發脾氣,傻傻地 你走吧 我賭錢,你別再走過來 是的,徐先生 不玩呢? 老闆都不理我 不是吧 我可以 但是外面有這麼多籌碼 又亂了,怎麼分呢? 多少錢?四千多萬 一人抽一隻,最大的納罪 喂,我可以啊 那我先抽吧 來,那條乾弟先抽吧 好啊 看誰做乾弟 我都不是了 那… 精神 喂,傅兄哥 快點到你了 你幫我抽 我? 你神經病,我不抽 外面大大大四千萬 輸了怎麼辦?我賠嗎? 我哪有錢賠給你啊 你都傻傻地 等你又說要我全家 那我就死了 不抽 我什麼時候又說要你賠呢? 輸了我的 贏了一人一半 怎麼了? 怕嗎? 怕就沒抽吧 你說的 這麼多隻眼看著 這麼多隻耳朵聽著 還有,我剛才錄音筆 長期開著 什麼湖南仔 你說的,全部都錄了 不准發脾氣 抽你就抽吧 說這麼多話 好,我操 隨便吧 請你一朵呢 來,大家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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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repare,一,二,三 - 吐息! - 吐息! - 最大了! - 最大了! - 死退帝! - 死天幾萬! - 死天幾萬? - 好不開心啊! - 爹斃! 笑斃! 笑斃了! 你出去拿多少… 四千萬, 一半就二千萬 這次發財了 他死好命而已 我們坐了一整晚只得體字 怎麼了?敢贏不敢拿嗎? 每次都是這個, 沒門 不是吧, 十萬拿這麼少? 你只有我 姐姐 小姐, 有甚麼需要? 今晚辛苦你了, 醒來的 謝謝, 但我不要得的 甚麼不要得? 他說的, 外面一半籌碼都是我的 我喜歡給誰就給誰 我給你, 他沒有說的 說過不會不算數, 沒得反口的 他給你, 你就拿吧 謝謝小姐, 謝謝徐先生 各位玩得開心點 對了, 各位玩得開心點 因為我要回家睡覺了 徐先生, 如果你想做訪問 有空就叫我吧 好, 我走了 再見, 各位玩得開心點 贏多點, 再見… 我徐富貴, 一定要出人頭地 我不會讓別人看 最後在我25歲那一年 就在這條街 就在前面那裡開了我人生 第一間的金舖 富貴珠寶 那你呢?白手興家不易的 你稱讚我嗎?你不是不喜歡我嗎 但有四個字, 你好像還沒學會 甚麼四個字? 發財納品 阿妹, 你真的挺囂張的 對, 我挺囂張的 媽媽生成, 改不了 老闆 是 你要的東西準備好 隨時可以開始 非常好 怎麼了? 美小姐 我們去其他地方吧 去哪裡? 你說嘛, 發財納品嘛 我今天就去學習, 走吧 三妹妹 你一直都在後面嗎? 不用了, 阿琪, 給湯吧 慢慢吃, 知道嗎? 謝謝… 老闆仔 莫莫莫 你真好 從來這裡幫忙拍的飯盒 給我們的街坊 想念你嘛, 臭小姐 怎麼樣?你… 對了, 你說上次在弄腳 康復了什麼? 康復了很多了 上次真是謝謝你 叫司機載我去覆診 他還還給我付錢 別說這些話, 多什麼? 謝謝, 總而言之下次你再覆診 你一定會告訴我 我再找人車你去 還有, 看完醫生呢 我會跟你喝茶的 你不要放飛機 行行行… 你呀, 比我這個八爺店更長氣 李小姐, 多謝你今天陪我派飯 特地請你吃一頓 最街坊、最地道的小串 這裡的小菜, 很有名 這裡的梅菜扣肉, 真棒 行行… 太肥了 適合你吃, 不適合我吃 你自己慢慢吃 我吃雞 他當然是肥, 不肥哪裡好吃 你不懂東西 你怎麼經常在這裡吃? 這麼熟悉的菜式? 我吃了三十多年了 我不是跟你說 我在金舖當學師 在工場偷走我幾次嗎 你說得明偷走 你當然先不先下 但是你要吃飯, 大哥 我膽粗粗, 進來這裡 我打算吃白黃餐 不過我頭幾次還不錯 我跑得掉的 最後一次被老闆抓到 我多害怕 你報警又抓我又行, 怎麼辦 就算了 他沒有報警, 沒有拘捕我不特地 他還要問我 怎麼樣? 夠不夠膽嗎? 當時我真是懶得很想找個弄卷 之後我就回到工場工作 但我偶爾也會回來這裡光顧 但是你也知道 涼美的時候, 當然是窄窄地 老闆真是很好人 他又給我寫數 他說我 等我將來賺到錢了 你才回來埋單 好人都這樣也有 他好我也好 我還記得我第一間金寶開張 我就在這裡 訂了一隻很大的金珠 不過老闆真是傻的 他又不收我錢 他說我 就是賀我當老闆 賀我申報開張 送給我做賀禮 是幾年前 有一次這樣經過這裡 看到那間店員還在 我打算進來 找老闆 聊天, 嘴吐吐 吐吐 誰知道 他的家人跟我說 我說老闆一個月前 交通意外 我離開了 原來我離世了一步 我以前欠了那些飯錢 我全靠了 但我的情侶 還不了 可不可以和我自己說 我做人最重要的是及時行樂 吃要吃最好的 酒要喝最好的 女兒也要追求最年輕的 你不要刻薄自己 對吧 你不要以為城勢流流腸 這些事情 你不要胡言 那是一刻一眨就過了 即使我今晚睡著了 我第二天晚上醒不回來 我都不會帶著那個遺憾 去棺材那裡 你是不是很容易跟我的說法呢 李小姐 真的是